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这些思想的提出呢 后现代主义的提出呢 这表明什么呢 表明人在否定了本体的根迹以后 产生了一种焦虑和对中心次序的反抗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这句话就是说 对以前的一些规定的东西 人们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反抗 觉得以前的西方的那一套东西 那套思想体系 那套制度 它最后引向了 把欧洲引向了什么呢 把欧洲引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把欧洲的西方的人民生活 引向了痛苦 因此要反思 要反抗 但是反抗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你把以前的那些根本性的根迹都动摇了以后呢 你就产生了一种焦虑感 产生什么焦虑感呢 产生一种没有根迹的焦虑感 一种对中心次序的 丧失以后的焦虑感 这种话呢 用一个现代词说呢 就是文化认同感 对文化认同感上出现了一种焦虑 以前呢 那种东西我们不再能认同了 那么新的东西呢 还没创建出来 那么人不免就是要担心 要焦虑 那样一种焦虑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种焦虑呢 是表现在距离感消失 现在也没有业余的和专业的 也没有区别了 我们之间很近了 你能跳舞 我也能跳舞 你唱你的美声唱法 我唱我的通俗唱法 你在你的那个全国音乐会上得奖 那么我在我的那个乡村歌唱比赛里得奖 这个距离呢 就消失了 多元化 这样呢 多元化也就是消解了中心 我们现在就没有什么是中心 没有什么是边缘了 然后呢 我们从一种经验主义里面呢 也走出来了 我们走向了一种抽象的 我们也不是强调树的规定性 我们强调一种感觉 在这样一种语法规则都被否定了以后呢 艺术又是什么呢 这样就出现一个词叫艺术解体了 但是艺术本身 本质上 它也不是建立在规则上的 它是能生活中的一个方面 这样一种出现呢 就会出现出人心中一种忧虑 那么这样一种忧虑呢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 人会对环境进行担忧 所以我们这样的来征服自然 征服老天 我们能不能持久啊 环境会不会更加污染啊 人还能不能那个继续存活下去啊 这就是现代性问题 因为现代性呢 被认为是过度地剥夺了环境 还有对现代性的担忧 就现代性啊 它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 涉及到中未来 不中于过去 那么历史真的就是可以丢掉吗 民间的传统就可以丢掉吗 你可以在那个把 在进行学院派的训练里面 把事情做得非常规则化的同时 你能把规则以外的东西都宣布为非艺术吗 所以这样一些一些新的情况的出现了 就出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者 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结构以后的 价值削平以后的带来这种忧虑 所以我们说这里带来两个东西 一个是对以往的主体文化进行了削减 进行了削减 价值削平了 一个呢由于你把以前的那个结构 给你那个结构掉以后呢 以未来结构尚未产生 那种情况下呢 你就会出现一种忧虑 那么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呢 它对西方的文学艺术呢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来举些例子 让我们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呢 论述得更加清晰一些 你比如说我们说文化上呢 它的后现代主义呢表现在什么呢 表现在反对规则和规范 表现在专业和业语之间的界限应该模糊掉 语言之间的差别应该去掉 表现为主体和课题之间的界限应该模糊掉 表现在价值上应该模糊掉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伟大 也没有什么渺小 没有什么是伟大的和渺小之分 也没有什么理想的与平凡的之分 高贵的与卑贱的之分 因为发现能这个东西 往往是有的时候卑贱 有的时候高贵 有的时候伟大 有的时候渺小 这就是人的 那么还有就是空间被学平了 空间被学平的意思呢 就是没有透视和焦点 没有深度 时间被学平了 没有阶段性 没有历史感 一切成为一种连续性的动作 历史上看问题都是分成时间的 这个阶段是怎么样的 下一个阶段是怎么样的 觉得人类的知识呢 就是一个一个阶段发展的 你现在时间突然变平了 那么一切都是一种连续性发展的动作 你比如说历史学家唐英比 他研究世界文明 他就认为人类的文明历史只有五六千年 而人类的原始社会历史有几百万年 那这个五六千年的发展里面呢 有的你说它是进步的 有的你说它是落后的 这样说法是不科学的 你把五千年和几百万年比 那么那个五六千年里面呢 这个发展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完全可以平面的来看 这样一来呢 你没有说哪个是高一点 哪个低一点 它基本上是一种什么 差不多的那样的发展 所以时间的学评呢 主要是对阶段 对一个阶段的这样一种积累的一种东西呢 对它进行了否定 主要呢把它看出来是一个 连贯性的连续性的那样一种发展过程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多元化 混合化 碎片化 你现在 或许你去看一种东西的一种风格 那种风格是很清晰的 现在你去看一种一个作品 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古典的风格 找到现代的风格 找到后现代的风格 找到结构 找到结构 它产生一种混合的 那样一种混合的风格 那么从材料上来看呢 我们现在呢 更加注重的一种思想的流动 意识流 印象 感觉 促进深情 当下经验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也表现在你的作品的 那个内容里 有一本书叫Unload 就是在路上 觉得一切都是一个过程 那么它就是这个过程 表现这个过程 而不表现为结论 不表现为宗旨 那么这样一些文化上的 后现代主义呢 它对艺术呢 就产生很多直接的影响 有一种影响呢 叫做艺术的沉默 就是说我们过去研究 历史呢 或者研究艺术呢 太多种有的部分 我们看一张音乐的乐谱 里面有很多是修纸符号 我们就不大重视 修纸不就停着吗 我们就不大重视 那么那个艺术的沉默呢 就要发生什么呢 发生有和无的 一种重新认识 沉默这个词呢 那个他也表现为 一种音乐的沉默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啊 他是个音乐家 那个音乐家呢 名字叫做John Cage 那个John Cage呢 在1961年就出版过一本书 名字就叫沉默 那个沉默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他要听众呢 听到周围的真正的声音 那他认为这种听周围的声音的 那样的做法 就是音乐新生 他这么说 他是音乐的是没有写作的 音乐没有写 音乐写作没有完成任何事情 听音乐也没有完成 演奏也没有完成 但是我们的耳朵 现在却处在最佳状态 你极端的来说 你可以开个音乐会 大家买了票去听音乐 但是音乐家没演奏 后来呢 那个钢琴手走了 提琴手走了 演员都走了 然后宣布音乐会结束了 你说我没有听啊 我竟然没有欣赏到音乐啊 他说你听啊 听到什么 听到 听众周围的疯乱的声音 咳嗽的声音 抱怨的声音 叹息的声音 这就是生活中的声音 那么音乐家说 听众说这哪是音乐啊 他说这就是最好的声音 最真正的音乐 那么我平时也听得到 你平时听不到 因为平时你没有用心的听 现在你说到音乐 音乐那个听来听 你听到真正的声音 好 这就是对沉默进行研究 那么你呢 在这个对沉默 那个在周围认真的听 周围的声音的时候呢 你就区分了什么叫杂音 什么叫修纸 什么叫其他的东西 但是音乐的沉默啊 这个意思啊 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哲学的意思 这种哲学的意思呢 是这么来说的 就是说 真正的特征 任何事物真正的特征 它不是表现在有的方面 而是表现在无的方面 什么叫表现在无的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人的生命呢 是被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控制的 有的是有形的规则 有形是无形的规则 有形的规则说 今天九点钟我们要开会 那你就 就能迟到 十点钟我们要上课 这都是写出来的 有形的规则 但有一些规则是约定俗成的 比如说 人在白天要工作 人在晚上要睡觉 人一天吃三顿饭 这就是说 人也是这么在做的 但是并没有写出来 说你必须吃三顿饭 你必须白天工作 晚上睡觉 但是人会自己遵守的 这叫无形的规则 而无形的规则 没有命令你去遵守 而你愿意去遵守 这样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本质 换句话说 一条鱼在水中游泳 它不觉得在游泳 那么游泳就是 它的本质的特征 一个学生接到逃课 逃到最后 他不觉得自己在逃课了 那么逃课就是 它的本质特征 假如在逃课的时候 它仍然有一种负旧感 那么逃课就不是 它的本质特征 有的时候呢 一个人 那个他身体很好 就不觉得自己的身体存在 那个时候 他的身体真的很好 假如他要对自己身体 进行研究了 他要感觉到 我身体什么地方不舍了 那就对一个疾病重视了 那他身体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一个游泳的运动员 他在用技巧 用意志在游泳 那个时候游泳还不是它的本质特征 但是一条鱼在游泳 不觉得在游 那么游泳就是它的本质特征 所以呢 那个 那个艺术沉默呢 它既是表面上的沉默 也指什么 也指哲学上意义上的一种沉默 哲学意义上的一种沉默 就是说一个人 他只有把自己的风格 完全转变为一种 下意识的动作的时候 那才成为它的本质的特征 那么从那个政治意义来说呢 这种概念的提出是什么呢 这种概念的提出呢 就是说呢 人实际上 现在它也是表现 对以前的现代性的一种不满 表现在垄断的资本主义 垄断的帝国主义的阶段里面呢 很多人实际上只能沉默了 而上面表演的那些东西呢 又是不符合民意的 因此 他想说的真正的政治含义 就是说 我们虽然没说话 但是我们要说的话 是很重要的话 就是一种对 西方资本主义的 这种文化的一种反抗 这是他的沉默的意思 那么另一个表现呢 就是对大众文化进行提倡 大众文化呢 就是指 没有经过学院派训练的 那样一种文化 民间的文化 大众的文化 生活的文化 人人喜闻乐见的文化 那么这样呢 就引起了 对于那个 后现代和现代的 区别的一些表述 这里呢 又有一个文化学者 那么他呢 曾经做了对比 那个文化学者呢 叫哈赏 哈赏呢 就区分了 什么叫现代 什么叫后现代 那么哈赏那个就这么认为 他说现代那个主义呢 主要是城市的文化 人们都要从农村跑到城市里 在都市里面呢 来成家立业 然后现代呢 人更愿意清净自然 准备把地球也看成一个地球村 城市解体了 人们在农村去 里面呢 找到一种什么 地球空间 近代那个 信呢 他的文化特征呢 就是对那个 抓技术 抓技术 甚至人是机器 抓技术 把那个物质文明看得很高 那么在那个 后现代里面呢 把交流看得很高 他甚至要把东西 拟人化 他让那个机器人 变成一个像真的人一样 那机器计算机来表达感情 而不是像现代主义那样 把人物化 把人物化才会产生异化 所以呢 在一个工业文明发达的时候呢 往往把人当作一个物啊 把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 传送它的一部分 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呢 就要纠正这样一个错误 他要强调 任何的交流 即使是物质的交流 像计算这样的物质 他也是要表现情感的 那么在那个 近代 现代的那个 思潮里面呢 那个什么都是强调理性的 强调格式的 强调学院派的规则的 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呢 他也处于反形式 或者形式的开放性 或者还有一种叫玩形式 这样一种情况 还强调变化 形式假如有的话 它不是一层不变的 它经常会出现变化 那么在现代性 现代文化里面呢 艺术呢 艺术的对象呢 就是最后一定是一个作品的完成 但是在那个后现代主义里面呢 事情是永远不能完成的 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事情呢 是个永恒的发达过程 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 它只是个过程 那么从那个材料的运作方面呢 在现代派的艺术里面 它是很强调那个提纯的 就是你把乐器变成声音 把声音变成音乐 各方面都要经过提炼 经过提炼的成绩你的感染力 那么在后现代 那个四少里面呢 它对这样一种 纯技巧的 这样一种提炼的进行讽刺 它认为事情未必就你想得那么深刻 未必你通过人为之潮出来的 这样一种东西 就具有审美的魅力 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 很难说的清楚问题 因为你东西搞得越专业化 你的观众就越少 所以从人数来说 假如我们搞的是大宗的东西 它的那个纠色面是很广的 几乎人们都可以欣赏一朵玫瑰花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欣赏 学院派做出来的 自以为很有感性的 感染力的东西 那么在学院派的那样一种 现代风格里面呢 它强调工艺 强调技巧 强调规则 强调功力 那么在后现代派 后现代主义文化里面呢 它就强调一种心情 强调感觉 强调风格的混合 强调不同来源 不同形式 产生的创新的一种新风格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刚才那个学者 概括出来一种不同 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呢 它往往表现出多元化 表现为一种各种形式 共存 反对某种东西决定一切 那么以便用这样一种情况呢 来反对一种特定的 机械的这样一种观念 那么觉得那个 假如什么东西 都被某种形式一统天下 那就不可能作品 不可能有个性 那假如说有个艺术学院 它用同样的方法 训练成了一百个舞蹈学家 结果一百个舞蹈家 都用同样的方法跳舞 他们跳出来的样子都一样 这样怎么能够百花极放 百家争鸣呢 百家争鸣 百花极放 就要一百个人 跳一百种不同的舞蹈 这必然就是要因材私教 你不能用种工程学的方法 纯技术的来培训艺术家 那么问题的争论呢 我想就在这里 那么音乐我们已经说过了 要强调它的那种 对那个舞的一种研究 那么舞蹈呢 要加强对生活的研究 因为有一句成语不是说吗 走舞主导 但一个人走舞主导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在跳舞 在少说民族的部落里 在原始社会里 舞蹈是人的生活很近的一个东西 而那个时候也没有舞蹈学院 但是人们还是在跳舞 那么你从这个思路去想问题 你说舞蹈是什么呢 舞蹈无非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 是人的内心情绪的暴露 是一种动作的连贯性 甚至也不一定需要音乐 无声舞蹈也有 所以呢 还有很多事情也是无声的 也是表辱人的心灵的